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今天終於來到這個週末的最後一個出勤日 Yay 今天要帶大家去到的就是安校舌的Fair Meeting 剛剛過去這個週末有西政、有澤燕、有律師律律 現在就來到社內雙親CP的另一位成員 就是安校舌 Yay 所以就過來了 但你見到今天有少許新水深汗的原因 就是我疏忽了 我不知道國慶封路 所以我本身還很肯定地想著 我乘巴士來到就可以了 誰知原來是封路的 所以我就馬上去乘地鐵 幸好現在也是早了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所以現在我就登記準備入場了 其實現在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打卡 我覺得它最有心鮮的地方 這個區域就是走進離職時間 然後這裡就是浪漫醫生金師傅 不同的劇有不同的主題 所以這裡就是去石環醫院 那邊就是去演出唱片行 所以基本上它所有的作品都已經涵蓋在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完 但我自己就已經看完這個金師傅 亦都看完這個走進離職時間 我唯獨就是覺得走進離職時間太短了 所以沒有很多可以再深入去學生時期的事情 這個我覺得有點可惜 不知道它稍後在Fammy上面會不會再展現一下 你們來啊 不停止了 一起來 馬上站從馬上站起來 首先起床應該要清理它們貓的牌子 然後洗手機 然後吸塵機 然後用水洗手機 然後拖地 然後洗衣服 然後洗衣服 然後洗衣機 然後洗衣機 大家都應該是一樣的吧 嘩 終於結束了 可以看到Paul很高 我堅持要叫他做Paul 還有剛剛解鎖了一個新的方法 去打卡 在原場的時候 大家可以一起看看 最正確的去打卡 應該是要這樣做 首先要在這邊 看著他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這樣才對的 這個我相信是這樣用的 坐電單車是要抱著的 我覺得剛剛其實也挺有誠意的 因為演員的朋友聚會 但他又有自彈自唱 然後又有跳舞 都準備了很多不同的東西給大家 加上他的廣東話 就是得得意意的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一起猜一下 所以我覺得是挺神奇的一件事 還有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場面 去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都會非常之興奮 但我覺得最特別的位置 都是他最後自彈自唱的部分 因為他真的準備了很多不同的琴譜 我懷疑他是Irumah的粉絲 因為他真的彈了很多Irumah的歌 我也覺得是挺幸福和快樂的時間 不知道大家看得很開心 希望今次的精華可以和大家總括一下 今天這個見面會 聽到粉絲還很開心地叫 今次的vlog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可以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channel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我要學他那個 他剛剛的間場影片是 這個